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回到Tony的频道 第143期,Tony说SPY升跌到340 那时候是9天前,Tony的大胆预言升跌到340 目前这个目标还没有改变 Tony继续持有观点,SPY马上去340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什么收到 还有今天有大好消息 三件课有新一件课加盟 那是不是该四件课了 同时分析一下一些个股的走势 走势,特斯拉要一些的 然后银行股,马上银行股要出财报 对不对,出财报怎么办 还是先赞后看,盈利不断 好,SPX我们打到日图来看一下 SPX看日线的话就是非常的弱 这三个跳跌了下来之后呢 你看这边跳空的一个缺口 这边一个缺口就形成了一个小岛屿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通俗的讲是岛形反转 对吧 非常的一个看空的一个形态 而且你看这个短期的均线 它根本都没有站成去 被短期的均线所压制 这个白线是更短期的 今天的K线是一根NK线 NK线创了一个新低 我说的新低是比上一根K线还低的 Lower low 然后一度跌破了3600 3600是一个关键的部位 等会我们来看为什么它是一个关键的部位 首先呢 它这个 它一度跌破了3600了 今天呢 又拉起来了 但总体来看的话 从日图上来看 SPX是非常弱的一个表现 这是毫无疑问的 咱们从反面来这个论证一下 假设就是说多头 对啊 你有持仓有多头 你有很多抄底 你在那个高位有套牢了 你肯定是想这个它往上走 对吧 你就是多方力量 作为多方力量的话 就很希望守住这个3600一线 你看这个地方 假设它如果守住了的话呢 明天它必须得出一根阳K线 或者一个吊影线啥的 这个缩呢 才能暂时的就是说守住 就算它暂时的守住 然后它反弹起来了之后 上面的大均线啪就下来 还是压制 压制了之后呢 它还得被打下来 它再探一次底 然后跌落 这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整理 所以说对于这个多头来讲的话 也不是 也没有多大的一个反弹 总体的大方向呢 托尼认为还是要必然会跌破3600 明天就有可能跌破 跌破了3600了之后呢 你多头的话 最后的防线 对吧 就已经破掉了 在托尼的群里 其实根本不用等到说破这条防线 你才能走啊 其实好多时候呢 就是说你知道该走了 但是呢 你就舍不得走 舍不得割肉 没问题 加入托尼的群 我给你知道 早卸掉包袱 早轻装上阵 我们就早盈利 好 打到周图 看到白线这个部位没有 白线的部位 三次K线 都在探这个白色的部位 冲击白色的 MA200的均线 这个MA200是在周线图上 就是200周 这基本是周线上的最后一道防御了 你看从均线来 均线系统来看的话 短期的均线呢 在这里就破掉了 换一下是在这 对吧 在这里就破掉了 然后呢 中期的均线 托尼一直在在说 这个黄线的MA60 一直拐头率 非常的向下了 已经 它呢 是也是在这里 这里正式的被破掉 对吧 从这里下来了之后 这一浪破掉了这个MA60 然后呢 它反弹回MA60了之后呢 又被打压下来 就是说它根本上不了MA60 被打压下来 到这个时候 它已经破了120均线了 这边是120的均线 这两根 它已经破了120了 那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这个MA200了 这个白色的 它呢 下周 不是下周 这就是这周了 托尼认为这周 它就要大概率的 就直接的就要破这个 3600的防守线了 这是一道最重要的防守线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破掉了这个了之后啊 就基本就宣告 3600成为一个多空的分水岭 它之后 它在三个 它将很长的时间 通宁预言呢 它会一年之内 不说长 有可能一年还多 先说一年之内吧 它都会在3600以下 它破了之后呢 3600就成为阻力 然后呢 它再回探 然后再被打下来 这是后话 总之大家密切关注 明天这周后 这周下面几天的走势 看是不是照托尼说的 这边形成一个英K线 然后直接破3600 从波浪上来看呢 这三根K线 日图回到日图 这三根K线呢 形成了一个拐点 然后呢 这个日五浪就继续下跌 这是通宁画的日五浪 一直会下跌到3400以下 大概338的点位 所以说这是通宁的预期 按照 按照这个斜率的走法 这个不是很精确 时间是横轴浪来讲的话 不是很精确 你看已经打到 大概是17号左右 那就是说这周 最快这周五 或者下周周初 就会到达这个目标点位 3400 到时候我会在群里 实时的更新 我们到时候下一步怎么做 到时候会有一个反弹 那时候我们到底是要撤掉 我们的空仓只赢大部分 还是说怎么怎么做 会在群里实时的更新 每天我们都在群里实时的更新 包括今天啊 包括今天这个 小时的小时的一个二浪的一个反弹 通宁这个群是收费群 还是希望非诚勿扰 但通宁绝对的保质保量 而且还便宜 你要比比其他的博主 绝对便宜 有进群的人都是较好不断 这个打开description部位 有通宁 telegram的handle可以私信我 询问群的信息和这个群的福利之类的 四拉整天还是很弱啊 你看这个一只呢 一根阳开线都没有出现过 总体还是很弱 但是通宁呢 因为通宁在高位做空对吧 现在已经有大幅的盈利 所以说呢 我看他这个波段也已经差不多了 我虽然没有看到他的转折 但是我还是只赢了一些 只赢了一些 暂时呢 只赢一些 这样的话 他如果 这是我的预测 预测浪 如果假设这是拐点的话 那我们 这是一二第三浪 那我们回去第四浪反弹的时候 到第四浪反弹结束部位 我到时候再加回来 这个空仓 这是我的这么一个打算 特斯拉这个方面 还是做空 我们来看一下 三剑课和新加盟的新剑课 到底是谁 答案 马上揭晓 sqqq sqqq总体走的不错 稍微的是有一点影线回抽了一点 因为在小时做那个二浪 所以说他必然会回踩一下 那个不用担心啊 大家不用在这个高点做一个担心 我们这浪还没走完 你看 托尼给他预计呢 第五浪完成的话 怎么也得走到这个部位 七十二百点左右 好 soxs 今天的表现也非常的好 一根大洋柱子起来 尾盘的地方呢 有一些pullback 这个也是问题不大 今天呢 他的涨幅是10.31 非常的好 看看托尼给他的目标位 根据浪行的目标位呢 现在打到了86块钱 托尼也是一再的提醒群友们 拿住了 拿住了 不要轻易的丢失筹码 LABD也是非常表现的非常好 他相对于那两个来讲的话 他还处于折服在低位 托尼不是给他一个比喻吗 他现在还是银者 银者马上要发威了 打到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小级别的 小级别的 你看啊 一个小时来看呢 他中途有一个下跌 一直探到了23块8毛3 托尼认为他呢 应该是持续会探到23块 这个再下一点 比方说 那时候呢 也是很好加仓的部位 但是他们 他这两根根线非常强啊 这两个小时叉叉叉就pullback 就起来了 到这个态势发展 估计明天下一根k线呢 又得创新高了 就是说很难给你上车的机会 你如果还没有上车的话 那就够呛了 那这新的最最后一个新建客加盟呢 那是fav fav是一个financial bear3x的 那必须得是3x 而且是bear的一个edf 对吧 才能称为剑客 好 为什么这个好呢 就是说马上啊 这个金融金融这个板块就是非常的差 金融板块就是不可能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也不可能好 马上呢 啊 这周就有开始有财报 我记得pnc bank 我扫了一眼 那个星期四 星期五就出一些bank的一些财报 那我们就到时候看拭目以待 那么扫几个bac要啥的 bac 现在都是非常的弱势 你看所有的均线系统向下 bac jtm 啊 都一都一样 你看 啊 morgan stanley c pnc 反正都是一个态势 都是很弱的一个 还有这个美债收益率倒挂大家都知道吧 我把图掉出来 大家看一下 好我把这个图掉出来 这是fred fred 是美联储的官方网站 对吧 从这里呢 你可以看美联储的各种报表和数据 这个呢 是十年的美债收益率减去两年的美债收益率 它的这么一个曲线 所谓倒挂呢 就是说十年美债收益率减去两年的之后呢 它是负的 你看在这里是个负的 这个负的问题就大了 就是传统的经济学这个 这个来讲的话 如果出现负的话 每次都是经济衰退 都是大萧条什么的 等会我们来 我把这个图往前看看 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 就是作为这个新手的话 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那这跟银行股有什么关系呢 银行股其实呢 它银行股怎么运作的 它就是这个利用借贷对吧 来套利的 它在这种高点的地方 这个十年期的远远的高于两年期的时候 它才能够有套利的空间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两年期的是5%的这么一个回报率 然后你借10年呢是3% 就是说你借两年短期呢 回报比借10年的回报还多 这明显的是不合理嘛 因为应该是反过来 应该是你借的时间越长 对吧 你就能够银行拿的利息就越多 5% 而两年的话 它差着你的利息应该是 反过来 3% 这是正确的 这边是错误的 所以说这个导致银行系统根本没法 这个赚钱 那你说对这个银行系统能好吗 这个整个板块它还得降 好 那么回到这个FAZ第四个见课 第四个见课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买它 就是做空整个financial 就是这个segator 这么一个根本的原因 有了这个根本原因了之后 你不能马上操作 你也得看看这个technical 就是说从技术分析上来看 什么时候是比较好的点啊 你不能买在山顶上 比方说 从拖内分析来讲的话 现在的均线系统也排列非常的一个整齐 均线系统排列完好 对吧 然后呢 这边踩了一个底点了之后 踩了之后 回踩一下之后开始往上走 跟那个你看跟那几个见课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不叫它见课呢 大家走势都一样 嗯 它现在也是一个五浪的这么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 拍点 所以说根据浪行这么来画的话 托你给它短期的这个目标价位就是三十四 现在就是机会太多啊 就怕你钱不够 你还得分点钱 等于是你要感兴趣的话 分点钱吧 给这个见客吧 好快速扫描一下其他的一些个股 微软的话是继续下跌 已经跌破了前期的低点 对不对 233.43 这根阴柱子已经跌破了 这就是领先于spx 说明spx那个点根本守不住的 3600 360 根本守不住 还得跌下去 这是微软苹果 苹果还一般吧 还行 也不是说还行 它就是在这呆呆呆呗 跌的不是那么严重 随着大盘它还得跌 但是我们不操作苹果 从那之前视频也说过 操作它还没什么太大意义 很多股票3000克就够你操作的了 其实都不用操作 我们只做拨短3000克 好多群友加入了之后 就是说不习惯 买完就躺平了 没事干了 还能赚钱 你说这炒股有没有太简单一点 往日就是说 一遇到一个小反弹 这不是二浪反弹来了吗 这瞎的啥的心里发慌啊 是不是赶紧撤 我已经损失了多少多少钱了 这是不是得割肉了 加入Tony群之后 这些事情完全解决了 最后Tony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就是说 看到最后 下方留言至关属前 这个Costco 这个Costco Tony之前视频讲过的 然后呢现在他已经跌破了这个三角的一个整理 下面他这个下降波段就会非常的迅猛 随着SBX下探340 他估计下探的跌的幅度啊 比那个SBX还要大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考虑会做这个put的 可以考虑加一点put 那我们还是抱着我们的一些见客们 你愿意选几个见客选几个见客 然后躺平赚钱 下方留言至关属前 看完再带 遥传忘惯 拜 我们下午下 看到这个词 我们下午下 我们下午下 下午下 我们下午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